在美中兩國將繼續新一輪的貿易談判的同時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日前公開發聲 指控中共率先採用了全社會方式 盡其所能的竊取商業秘密 對美國構成了最嚴重的反情報威脅 26號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 舉行了一場公開活動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在活動上發言表示 美國正面臨眾多威脅 FBI除了需要應對傳統間諜之外 目前的工作重點更多的是對抗經濟間諜活動 雷強調 敵對勢力的目標是美國的國家資產 包括相關的技術 研發 創新 信息和想法等 而在這其中 中共在情報蒐集方面 對美國構成的威脅最廣泛 最嚴峻 FBI局長指控中共 率先使用一種全社會的方式 通過情報機構 各種各樣的公司 大學和組織 學生和研究人員等來竭力盜竊創新成果 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理事陳闖創表示 中共是一個極權組織 在中共之下 中國大陸傳統意義上的社會自治已被消滅 整個國家完全被這個政權所控制 雖然也存在大學 教會 私營企業等名義上的非官方建制 但在現實之中 他們都受到中共的影響和控制 FBI局長雷提到 在FBI所有地區辦事處的經濟間諜調查中 幾乎都能追溯到中共 雷指出 中共的簽密是戰略性的 有正式計劃 並將外國投資 企業收購 網絡入侵等方式混在一起做到極致 通過盜竊來爬上經濟截梯 美國華府人權律師葉寧也談到 雖然中共對美國的間諜活動很嚴重 甚至愚蠢地制定情報法 要求每個中國人都向中共政府提供情報 當特務 但即便如此 外界也不要對FBI局長的講話 進行簡單的字面延伸與誤解 好像每個在美國的中國人都是特務 美國總統川普上臺之後 美國政府開始反思長期以來對中共的綏靖政策 正是中共的挑戰 去年 美國開始對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進行制裁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中共竊取知識產權 4月24日 美國司法部副助理部長希基 在第五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和電信團隊全國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就曾直言 中國製造2025 就是一份盜竊路線圖 自這項計劃2015年公布以來 美國司法部對中國個人和實體的商業簽密指控 已涉及到此計劃10個領域中的至少8個領域 而自2011年以來 美國司法部90%以上的經濟間諜案都和中共有關 都已消失致感情今回在前期